赛亚人与赛亚人的对战终于开始 一开场这看似瘦弱的凯贝就表现出不凡的实力 对着贝吉塔肚子狠狠一击 当他再次出全时愤怒的贝吉塔喊一声少得意 一把正开双手单腿从上至下一脚踢出 而贝凯坚韧战气摆出贝吉塔在熟悉不过的手势使出加厉克炮 两人瞬间对拨开始 贝吉塔惊讶常态状态下竟能和自己势均力敌 为了速战速决他建议双方都直接拿出真正实力变身超散 谁知凯贝却弱弱说自己并不会 随即进虚心的球贝吉塔教自己 好让自己更好的保护家乡 这对于贝吉塔来说简直太离谱骄傲的赛亚人竟在赛场上求对手 对于变身后的贝吉塔凯贝根本不是对手 被疯狂暴揍一脚踢到天上 愤怒的贝吉塔还决定不让他掉下肋台就这样折磨死他 台下的众人都以为贝吉塔又着了魔了 被不停踢飞的凯贝终于顶不住要认输 贝吉塔眼镜一瞪一把将他死死抓住 冲天的愤怒令善良的凯贝终于成功变身超赛 那实力一时间令贝吉塔都无法招架 王子战法对着地面的贝吉塔疯狂倾斜 但看似艰难抵挡的贝吉塔突然歪嘴一笑 一手将所有光波打飞 此时落下来的凯贝攻击依然没停 贝吉塔不再防御就这样用头接下着凶猛一击 我要忘了现在这个感觉贝吉塔认真对他教导 原来作为王子的他终究还是希望同胞更强 看着愣愣的凯贝严厉的吼道在变一次 凯贝也终于明白他的良苦用心又成功变身 而贝吉塔又提升实力变身超赛 这令看台上一只闭目养神的希特终于睁开了眼 贝吉塔继续激励不断努力也能达到我这个地步 不等凯贝反应他瞬间一拳轰出 就这样这是贝吉塔收的第一个徒弟 下一场就是象帕组的最后一位选手登场 这个寡言少语的希特人称第六宇宙第一杀手 被他盯上的猎物还从未逃脱过 虽然对几方不利 但比鲁斯还是满意终于能看一次不错的对决了 感受到对方无比淡定的气息 贝吉塔不敢怠慢直接拿出全部实力 见希特只是摆出很小的姿势 贝吉塔开始还觉得很逊 但逐渐发现对方根本毫无弱点 自己根本无法进攻 这第一招就令包括贝吉塔和所有观众大吃一惊 那出击速度根本看不到 纵然贝吉塔把注意力集中到百分之一万 却也只能看到对方的身体动作 却看不到出击动作 这到底怎么回事贝吉塔脑子快速思考 而这时希特又动了朝朝都瞄准 要害贝吉塔根本躲无可躲 惊讶的悟空赶紧顺移到伽克身旁询问 但伽克那超强的眼睛却也无法看到攻击 口吐鲜血的贝吉塔一边站起再次思考 想捕捉对方攻击是不可能啊 但发现自己挨了那么多下 还能站起这说明对方的攻击力很多 这次他不再想着闪躲直接硬扛攻击 随后快速抓住攻击自己的手 谁知希特刚才根本就在留守 这超重的攻击令 贝吉塔再也站不起来 而此时伽克终于断定 对方的攻击会顺利 下面就是摸不到头脑的悟空上场 他会做何应对呢 对方的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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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